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要谋反吗 我大明朝 只有死剑之臣 没有谋反之臣 我们有奏书 要支撑皇上 上书有上书的路 先交通正史司 再有通正史司 交私礼剑 对点规矩都不知道吗 我们参的就是通正史司 还有各部衙门的堂官 还有内阁 这个奏书我们不能交给他们 请公公将我们的奏书 立刻支撑皇上 请皇上大见 请皇上大见 在大明王朝1566中 胡宗宪凭借自己地方 一把手的绝对威望 和超强的政治手腕 搞定了制造局 不正史和暗查史 让所有人听命 于是把西安将决堤 和改道为丧的事情 上书给皇帝 通过联谊基地 他的奏书七天后就到了北京 而且一反规制 没有先送通正史司 而是直接送到了西院的内阁职房 胡宗宪这次上书 显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通正史司是专门接收各种奏书的部门 当时把持这个部门的通正史 就是严松和严实藩的第一亲信罗龙文 按理说 这只总督上奏书 应该先送到通正史司 由罗龙文看了之后 认为重要的才送到内阁处理 内阁首府严松看完之后 觉得需要皇上决策的 才送到嘉经面前 那这道奏书不送到通正史司 却送到内阁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明朝在嘉经这时候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皇帝常年住在西院 皇帝最重要的秘书部门是内阁 内阁设在宫里 但是首府严松却一直不在内阁 而是在自己家里处理内阁的事务 形成了皇帝不在紫禁城 宰相不在宫里 都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处理国家大事 此时的内阁实际上是徐杰一直在当职 遇到重要的事或需要决策的事情 都要送到严松家里 当着首府决策 因为通正史司送到内阁的重要公文 严松私下也早已知道 徐杰则不敢擅自读断 所以胡宗贤这道奏书 第一个接收到的其实是徐杰 因为清流里有谈文这个内应 所以他上书要说什么事 即使不送到内阁之房 徐杰基本也会知道 当他拿到奏书的时候 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如果自己去送到皇帝手里 那就是公然与严党翻脸了 徐杰是何等的聪明 他原封不动地送到了严府 在严府也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送来的公文 一律先由严实翻看 看过之后重要的再给严松决策 所以这个奏书虽然是送到内阁的 但第一个打开的还是严实翻 严实翻也是看到这个奏书后 才跟胡宗贤翻脸的 其中有一句说的就是 无田则失明 失明则微果 胡宗贤把严实翻改到 为丧的真实做法 让丝绸大户 建买农户的稻田 以补国库亏空 摆到了明面 其实这些也都是严松和清流 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事情 如今胡宗贤上这样一道奏书 那就基本是把话挑明了 不能让百姓失田 明着反对严实翻 所以也正是从这一道奏书开始 严实翻把胡宗贤视为了敌人 胡宗贤知道这奏书只要到了通正史思 那罗龙文肯定会压下去 最后也基本到不了严松那里 更到不了皇上那里 所以他没有往通正史思送 而是直接送到内阁 希望内阁首辅严松能看到 凭着与严松这几十年的师徒默契程度 严松肯定会重视他的看法 那这一将的现状就可能得到改善 但是现在严松基本不在内阁 送到内阁的文件 又都是由徐杰先接收到 所以胡宗贤上离岛与清流观点一致 且又直接送到清流的老大徐杰手里的奏书 因为他知道即使直接送给越国徐杰 谭文也会把信息告知于亡 清流也会知晓 所以他选择这条上书路线是最合理的 也是最得罪严实翻的 严松和严实翻之所以能够掌控朝局 就是因为他控制住了通正史思 掌控了给皇帝上书的通道 哪怕是胡宗贤这个东南住时 也要也要通过内阁称到皇帝面前 其他人则必须通过通正史思 可见这个衙门之重要性 那么通正史思是怎么由来的呢 朱元璋见过后 在承袭宋代官职的同时又有一些创新 尤为典型的是在中央各机构中 天设了通正史思 通正史思这个衙门 或许很多人觉得熟悉而又陌生 熟悉是明清两代接涉通正史思 且为九情之一 而陌生则是因为对这个衙门的职能 并不十分了解 这里就以明代为例 讲一下通正史思的设立及具体职能 明太祖朱元璋立故后 于洪武三年 以印三百七十年三月 质查严司 设司令二人 立二人 以王文清和原本为司令 掌受四方张奏 不酒吧而不设 至洪武十年 以印三百七十七年 七月初八日 创设通正史思 设通正十一人 正三品 左右通正各一人 正四品 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 经碧一人正七品 知识一人正八品 因为官职出设 朱元璋颇重其任 经再三挑选 最后以曾秉正为通正史 留人为左通正 并遵遵遵告语 官以通正为名 正由谁也 遇其常通 清其审命令 以正百思 达幽吟以通数武 当执奏者勿计毙 当搏证者亦阿随 当扶尘者勿隐毙 当引荐者勿流难 乘祖即位后 皆赴洪武旧志 朱棣迁都北京 原南京仍涉通正思 贤贯南京二字 而大正接驻于北京 通正史寺的直权范围 明史直观知记书的十分详细 通正史掌受内外张书夫奏风博之事 凡此方陈情渐言 申诉冤至 或告不法等事 于底部内腾写告诉原有 凡天下臣民拾风入地 给予公听启示 解写副本 然后奏文 凡义大正 大欲 即会推文武大臣 必参与 朱元璋唯恐下情不能上达 特在通正史斯衙门前摄以红牌 上书奏事时 有重大事情 编刻之此牌植入内府 守卫官不敢阻拦 通正史思的主要执掌 首先是出纳帝命 红五十四年 因四百八十一年 令通正史专理出纳 与内外诸司 据吴文以往来关系 若内外诸司进行文 已于通正司 以为之论处 二十六年 因三百九十三年 定凡有地命 必当祥审赴奏允荡 然后实行 其次通达下情 红五二十六年定 凡有四方陈情金言 申诉冤枉和民间 疾苦善恶等事 必须随即奏文 凡告不公不法等事 时关重大的 于底部内 唐写所告原有 仍将所奉执意 于上批写 宋该科己事中 改令衙门抄刑 永乐四年 因四百零六年定 不分重大于平常事件 一律奏文 于每日早朝 引奏天下臣民 即入地所奏事 或五事 或七事 奏数不一 第三是开拆时封 凡天下臣民时封入地 须于宫廷开拆 仔细简看 使甘军请机密 调拨军马及外国来详 进攻方物 急缺官员 提问君旨有司官员 并请旨定夺事务 基于底部内腾 且略解缘由 同时 将原本师封于前臣奏壁 就于奏本后 批写旨意 送该科己事中收转 转令该亚门超出实行 关于边方复礼盗贼 机密重情 正德六年 一五一年规定 各处复案官 提奏道司 随即封禁 不许持留 复本意要随本师封 资成等文免封号 但事已施行 方许开拆复卷 各该承请衙门 据要慎离官方 如有泄露 一体之罪 朱元璋决定 创设通政司 颇废思律 这不仅表明 他对通政司 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而且意味着通政司 这一新的衙门 在明王朝 诸种政治设施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 及其特殊作用 当过和尚 且受过饥寒之苦的朱元璋 对元朝末年民间疾苦的状况 十分气愤 因此 他登上皇帝宝座后 就把了解民情 强调到相当的高度 尤其是三番五次地 告诫朝廷大臣 和地方官员 关心民情 清政连结 并要求他们 随时将民间疾苦 奏报朝廷 在明王朝建立之前 他曾给群臣说 治国之道 必先通盐路 盐游水也 玉其长流 水在则中流丈恶 颜色则上下拥笔 金鱼以一人应天下之物 匪监听广寻 何以知其得失 见过之后 他鉴于天下初定 特赦查颜司 掌授四方张奏 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 觉得查颜司 不能完全担负其 了解夏庆之责 才斟酌前代类似直观 许其长 必其短 创设通正史司 且将其列于诸丝之手 名牌大理寺之前 表达了他对该衙门的重视和期望 通正史司衙门的重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朝廷的喉舌 臣民张奏 接经其手 二是参与停推 在洪武和永乐时期 凡接受的四方张奏 由通正司 时封至皇帝前开拆 有关民间疾苦之事 皆通过六科分送六部 有关军事事务 即直接分送 五军都督付出礼 而到月中 季中和年中 六科负责核查 以免遗物 其四方奏章的接收 开拆 处理 都有严格的程序 正是由于有较为严格的程序 凡揭露臣了奸恶的章奏 当事者大都得到应有的惩处 即奸臣有识及录 无信念者 而对地方水汉 及民间疾苦等情 已能及时奏稳 使通正司起到了 出纳亡命和喉舌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正司的地位和作用 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天顺年间 有投逆名章奏言朝廷事 便设官房 借以防危度见 而此时官房之设 只是拘留进城 张奏本人在官后职 待指一出立即放还 其所奏内容 未曾泄露或张扬 时过不久 又有拆封内禁 和副本被召的规定 具体说 就是由通正司官员 将臣民的奏章先行拆阅 按内容分别归类 诸此承拦 或者将其中重要的奏章 腾抄一副本 留作查诏 如此一来 凡是有弹河左右内臣 和勋其大臣的 张奏尚未进城 便被当世人知晓 于是被合奏者 凭其地位和影响 以贿赂打通官界 苦心钻营 皆以幸免 而上奏者 多以虚言妄奏 而身受其祸 此类事情不仅是有发生 而且愈言愈烈 以至于一些权项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选择私人出任通正司官 企图以此 及时得知被弹劾的信息 早做准备 或唆使严官弹劾上奏者 嫁祸于人 逃避罪责 严松当首府式的罗龙文 便是如此 参与停推 及其执掌中所规定的 凡义大政 大御即会推文武大臣 必参与 这是小九卿 与大理寺享有的特殊权利 如内阁大学士 吏部尚书 以及在外的都府 均由停推 或奉皇帝特职任命 通正司长官参与其中 予以停推 例如其他官的汇聚 亦有表示意愿的机会 就通正司的地位而言 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究其原因 是权力被分割和钦夺 具体表现在皇帝不朝 无法直接向皇帝转成张奏 内阁地位上升 分歧权力 六颗风波 以秦通正职权 宦官得宠 文书房滥权等等 尤其是明中后期 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在某些方面 正三品的通正史司地位 还不如正七品的六颗几时中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